抽菸的男子不正是徐若瑄的男友 柯錫進嗎 眼影不小 不但一個晚上一根接著一根 還外送經典動作 28號晚上 柯錫進出現在自己拍的 日之串燒店外 果然沒夫者就看見 戴著鴨舌帽的Vivian 跟在男友後頭 出現在店門口 一切很狠愛 第一次在男友店外被抓包約會 賀錫進很有老闆的責任 客人走了不但領事做足 親自送客 徐若瑄也跟著當起店裡交替瓜 跟朋友抽菸聊天 賀錫進放著女友不抱 反倒和男性友人抱得好久 他跟我滿同一種個性的人 就是很愛身邊的人大方 都是以絕對為前進的交往 對 這句話真的沒騙人 一週刊爆料 徐若瑄和賀錫進 兩人已經先試婚 半同居 而一集娛樂這天也拍到了 徐若瑄單玩男友店裡的交替花 戴著鴨舌帽的徐若瑄 先走出店門口 接著沒多久 男友搭著他的肩膀 跟著走出來 兩人開著豪華轎車 徐若瑄充當駕駛 一路開往徐若瑄家中的 地下停車場 直到清晨 小兩口都沒有再付出家門 自從前手情曝光後 徐若瑄便和男友公開戀情 最近更傳出 徐若瑄有一把房子賣了 故事竟買下中和新居 62坪 2300萬 預備當兩人明年的新房 在婆婆 未來婆婆家的附近 好像要買了兩戶 兩戶的房子 留了房子 我其實有空都 全世界各地都在看房子 畢竟Vivian今年已經36 不知道女神還能當多久 找到真愛 一直樂 恭喜你 一天是蘇澄中鴻江翔 林鴻劍特別報導 謝謝大家